歡迎回到POE 流亡暗道開始況 我們是正宗流亡暗道開始況 POE 沒有在討論千本幼女的 沒有在討論電視嗎 表電視上面你看 表電視上面都在討論千本幼女 所以三田你覺得幾歲就算是蘿莉 蘿莉喔 我覺得我自己的主觀啊 我會覺得年齡不是重點 長相蘿莉 長相心智 那你能特別喜歡線上那個 那你覺得傑哥算是蘿莉嗎 我倒是啊 可是你還 你看他猶豫了 我覺得如果是以臉蛋來講的話算 嘴巴超甜有沒有 麻屁開到麻屁上 有拍對啊沒有問題啊 下次就直接走他來不要再做 好錯 而且他現在人在美國 他看到已經很生氣 這真的在看對不對 直播馬上訂機票 訂機票我們 怎麼說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2.0 2.0啊 2.0新的傳奇裝 對 好我們首先來看就是 這一週新出來的兩件傳奇裝備 請看我的電腦畫面 好那因為 因為翻譯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看英文版 就是這兩把錘子 好 那其實快速的講一下 這兩把武器都蠻有趣的 因為就是2.0他新出來的傳奇都會以特效為主 就我們舊的傳奇有很多就是 他就是很強 但是沒說非常的特別或是怎樣 像我們現在滑鼠上這把錘子 他是一個物理傷害型的錘子 然後他會 他有一個副作用是不能擊退敵人 不能擊退敵人 對就是因為錘子系的技能其實很多是會擊退的 像我們的跳斬重擊這些他都會擊退 但是這把錘子不能擊退敵人 但他附帶有一個很好的效果是 只要你的攻擊可以打暈敵人的話 你就會順便兵還他們 所以說是一個很控制型的錘子 對 好那像右邊這把是 也是相當特別 他也是一把物理型的錘子 然後他的攻速跟爆擊率都比較高 然後他的特效是說 如果你打暈敵人的話 你會得到爆擊球 對那像我們錘子系的技能其實 如果你要串一個爆擊球的輔助寶石的話 是很浪費一個洞 因為錘子有很多非常好用的寶石 包括急暈、急退 或者是急暈石或者耐力球這些輔助寶石 所以他是很需要輔助寶石的洞 所以如果說得到爆擊球這個能力 被拿來這個武器上的話 就可以剩下一個洞 然後此外他有一個很潮的能力是 當你爆擊時會獲得兩秒的不竭之力 那這個不竭之力是會增加你的混沌傷害的 那等於說是開發了就是 有混沌槌這種玩法 過往也是沒有的 好那尤其是過去 沒有 沒有 我剛剛才聽到不竭之力 捷根你有不竭之力 我超不竭的啊 你是說我的心靈嗎 對啊 我心裡超誤會的 所以有不竭之力會有什麼效果 可是這次都更新槌啊 你的傷害的百分之二十會變成混沌傷害 就變成黑黑的而已 所以你就是混沌 因為他前面就寫英文 然後就有點 我就看他有點小 有點像亂 我就想說這距離有點遠 我沒有主角解釋 就是我怕主角念你們會睡著 所以第二隻要幹嘛 這兩把就是各式有不同的特效 那要幹嘛具體還是要看專業玩家 會開發出什麼流派來 那三田你知道剛剛講第一把 不能擊退 不能擊退的話 那會不會就沒有人要用啊 其實還好耶 就現在來講的話 以輕怪速度 如果是玩控制的話 擊退其實會有一點 像擊暈的那種感覺 就是怪會沒辦法進身 反而不好這樣 太遠了 對 如果是以範圍來講 這是以輕怪的效率來講 但如果以安全的角度來講的話 你會想要擊退的 沒有把怪自己拉過來 拉到懷裡那種 有啊 對啊 抱緊他 擁抱他 感受他 但他只是一隻怪 這樣可以看 所以等於是他就是反正就是兩隻垂直 然後就是看之後怎樣就怎樣 就是這樣 他寫音模看不懂 因為我們其實玩家就是很喜歡看的東西 就是傳奇裝備 所以我們每週一定要把最新的都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最新的喔 就是這兩週有人打到了 打到了嗎 還沒有沒有 這兩個是即將上來改版才會出現 就是你說明天對不對 對 明天6月18號 而且要2.0伺服器才有 對2.0才有 所以你們意思是說2.0之後 你們這些有序號的玩家才有 有可能玩得到 就大家可以趕快上網抽啊 所以你2.0最強的那一隻練到幾等 類似無時機等而已 沒有時間在玩 我們本來也想要介紹他的角色 不過我一問之下他跟爪爪是完全相同的流派 沒有時間問他到底有沒有說就是練到三隻 然後三隻都八十幾等之類的 沒有沒有 我感覺 那不是教主嗎 我感覺沒有 沒有那麼厲害 居然沒有欸 對啊 就是你上次不是說 宅宅叫做什麼 就是 Super Home 就是Super Home Super Home Super Home 就Super Home 可是我覺得教主其實真的蠻強的 就是超有力 因為其實我現在早上是有在上班 每次晚上上線 然後我都看到他說 我說你打一整天喔 他說對啊我早上都在打 我現在的生活是 早上起來就晚下 然後下午工作 然後晚上繼續玩 哇 因為他寫程式的 因為寫程式的人有多麼的 真好欸 他寫程式的時候都會偷開好不好 沒有沒有沒有 開的時候一定是我把我工作做完了 我不會做到 是這樣子 哇 我只是工作效率高而已 能夠念台大都很自律的 對啊也是啊 像我說不自律就是 哈哈哈哈 一般學秀 不過小梅剛剛說他平常都還有上班 他是上正常的班 對啊 對啊對啊 有些人講上班怕人家想歪了 蛤 蛤什麼 對啊 上手好想歪的 正常的班 你是說在林村北路這樣嗎 不是小梅絕對不是這種人 好不好 我很正直好嗎 對 就如同我的外表 小梅只會去兼差而已 就如同我的外表一般 怎麼會 兼差 我很正直 對 他平常還有上班的 對啊小梅好乖喔 那妳上班有Cosplay嗎 沒有 不行喔 沒有沒有 可是為什麼也太輕 妳在那邊雜誌著上班 然後這邊雜誌著 蛤 然後這邊Cosplay這樣 可是我有一次不小心 就是把道具 因為就是晚上有那個拍照的行程 然後就不小心把道具帶去公司 欸公司很差有興趣 他說 欸我可以摸一下嗎 然後就是摸我那個刀 因為我都帶那種大刀啊 然後什麼的 平常帶大刀去做公司嗎 對啊妳是Cosplay什麼角色 那個時候是要去拍雷文 雷文 對 就像雷文 然後它的刀是這樣 很大 雷文很大 對啊 對 我跟你說它就是它平常雷雷 那把刀有135公分 哇 好大一根啊 我驚訝了一下 135公分比你還高啊 那135公分比你還高啊 蠻多啊 掌葉哥這樣泡火頭 好大一根就一個 大家火車沒有辦法 好大一根 那我看到你腿超短的照片 哪有我跟妳講 135公分 我平常腿是很長 所以剛剛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的問題 欸捷你腿伸成這樣 伸到那邊去也去 好短啊 那也好短 欸小妹我問我問題 嗯 那你不知道你的寫真集要出了 喔快啦快啦 現在已經就是進入到最後要送印的階段 那到時候會有就是sample 然後會跟大家就是公開 所以我們節目上會送嗎 蛤 節目上要不要就是 可以啊 抽個送一份 可是這跟POE好像有一點那個 好像也是 也是可以啊 對啊 我想說其實小妹可以讓她曝光一下寫真集 我覺得觀眾又很喜歡 真的 你去山田的那邊 你想要是不是 欸 欸 欸 沒有等一下沒有什麼意思 只是就問一下 欸好理題了理題了啦 我們 拿錢來買啊 小妹是從小 拿錢來買 你去50 有打折嗎 有請假 好 我們假98折 所以總顏是 所以總顏是我們這一派的重點是在哪裡 喔在2.0 我們先買2.0 剛剛不是說他的流派跟那個 三點流派跟爪是一樣 爪是一模一樣的 就基本上是一樣 就是很快洞很寬的 只是一個抽比較快 他們2.0是玩那個冰霜衝擊的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抽蓄的那個是在1.3的 喔 就是我說那個寒冰噴射流 對就是寒冰噴射流 他們兩個都是玩那個 欸我們要這樣子幹嘛 所以他們好像 有點雷同你知道嗎 對啊雷同 就是兩個人那個 你看又玩洞很快 加藤陰抽蓄流 對 我覺得展員很久沒來節目 火力測也強大 對啊 這樣子比較起來兩個人都很像啦 對啊 都是找人面獸型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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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龜納出結論對不對 對 龜納結論就是人面獸 好啦 那現在小梅你要勇敢的走出去了是吧 接下來 加油 我跟小梅是下一拍要玩 下一拍要玩 那這一拍要玩 我們要跟 我剛剛跟三點在討論說 我們要給他 大家看他的抽蓄流 打比較難的地圖會怎樣 結果他說他要挑戰女王 所以我準備了一組女王的地圖給他 女王 因為女王 女王就是女王 因為女王很難 對啦我知道女王很難啊 紅門還是綠門先說 當然是紅門很難啊 這樣就不有趣啦 每次打紅門女王都會一直噴水 欸 欸 欸 我們這裡那麼麻煩語句要講的完整一點 噴他的那個女王水 掉出來 一個道具 一個道具 一個傳奇裝備 對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切到遊戲畫面吧 他污染我瞬間的心理 蛤 你有瞬間的心理嗎 你剛剛說瞬間啊 好 這個是那個 教主你家的那個 對 整個地圖都整個頭暈眼花 我剛剛看到想說這一屯 對啊 覺得自己是老花眼 對啊 那我的角色會使用一個 跟隨不住的四流 好我幫三田上詛咒啦 其他四田我是不錯的 嗯 然後他在前面抽去 我們就看他抽去吧 怪要出行喔 其實 不用不用 邊走邊進去 我幫你殺小怪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跟那個女王約會 打王我是不會出手的 OK了沒有問題 不會出手 我出手 我出手就沒有辦法看到抽去 有表現機會啦 因為我一出手女王就倒下了 佳琳抽去跟加油 所以旁邊袖手旁觀 所以你是跟在旁邊在旁觀 我是幫他上詛咒 就是他的 他幫他增加難度 他的物理 什麼增加難度 欸欸欸 兩個人難度比較高 對 兩個人難度比較高 他用一個不做事 對 因為要扛兩個 欸我的詛咒很有用 這不是跟我上次 跟賀根一起打的時候也一樣 因為賀根扛不大家 我覺得賀根比較辛苦 他要扛三個醬油 今天三點只要扛一個醬油而已 扛我好像是真的比較辛苦一點 就沒什麼作用 不會小梅會逃啊 好我們來到了第一個pose 對啊 給大家看一下我這個角色 頭是一個很紅的火焰 火焰頭 其實看不太出來你長怎樣 我也看不太出來 我選擇就是一個會燃燒的人啊 一個燃燒的概念 整個人紅刺刺的 對啊 那三田這個不會被隊友說要 就像小梅之前那種技能 這個不會 這個隊友都很愛 這個 隊友也沒有很愛 就沒什麼特效 對 可是也不容易死啊 我覺得 那你的保命機是什麼 就是擊中危險 因為他的攻速太快了 他剛好稱他可以抗女王啊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他到底 可是他就啃很快 我覺得你跟不上那個視線 就不太知道他在幹嘛 對他只在那邊抽 結果看到有一個人一直在那邊抖動 然後一直抖來抖去 好像他一個翅膀一直在拍 一直在拍 對 他又穿著那個 那這個第二次出來會變得非常的暴力 教主你是說這次也可以抽翅膀是不是 那個競賽 對 50級就可以抽翅膀 但是 因為大家都想要翅膀 所以翅膀的抽中率應該不高 對 因為很多人練到50級不動的 比較少人練到60級不動 一方面60級也比較難嘛 對 所以就是現在 那我這樣還有得抽嗎 你有得抽啊 有得抽 但是比接的機會 你是每一階都可以抽 20 30 40 50 60 五階你都可以抽 你可以有五次抽這樣的機會 但是每次抽到的東西不同 就五次都一樣 沒有沒有沒有 五次都不同 一定會不同 對一定會不同 你不會重複抽到 就像我記得以前小時候不是喝飲料 然後打開瓶蓋都有再來一罐嗎 好 你們最多可以來幾次再來一罐 無限再來一罐 我最多好像是兩次 真的假的 我這樣運氣已經很好了 對啊 我最多幾次你知道就真的五次 哇 真的假的 我一打開就再來一罐 那五次之後還可以就換別的嗎 就是沒有他就是一直的人換 連舞拉舞 連舞拉舞 可以啊 欸不是我記得是氣酸 還是一樣 我們來到這個傷害很高的Boss 好那 我就覺得三田還蠻 欸你是 我就開始掛機了 哈哈哈哈 你不要不要害怕 他號稱可以坦住所有Boss 我們看一下 三田加油 他真的沒有在閃東西耶 但是他的血量有點飄來飄去耶 所以現在的意思是說 三田使用了加藤蔭抽絮流來對付女王 是這個意思嗎 對他等一下要對付女王 對現在他是另外一張就是 大概是倒數第二難度 可是他下一關就是女王了 所以他現在在打女王的就是 小弟 小裸裸 是 可是這也很難 對啊為什麼有一位 對王淳源IP的網友留言說 小梅是觀賞用的沒有關係 什麼怪 你怪有用的嗎 小梅就是沒有用的 胖米是在林森北路監裁的時候 大家都會找不到 不不不 我跟你講 我的有用是 這又要講一個故事了 教主每次來我哪時候都會掉傳奇 他是來那個加打寶綠 哎呦 而且我身上 我身上完全沒有帶任何會增加打寶綠的東西 我自帶打寶綠 我問一下是剛好那個隱瞞 他現在非常的囂張 沒有沒有沒有 我真的不在打寶綠 不是你就是 運氣真的不是特別的 我覺得就是流水有好痛 沒有沒有 你知道我故意打得罵嗎 直接天賦就是有點 我今天躲在住 對對對對對 自身天賦 自身天賦 欸不要過來 我不想死啊 所以你們現在在打情報效應是嗎 不是啊他想要害死我啊 快快雷之外 我有接到龍路就要幫你害死啊 一轉過去就看到你是 三田快打慢一點啊 沒關係我稍微躲了 千萬不要想把我害死 我躲在住的後面看戲 欸你還不打啊 太故意喔 沒關係你不打我打 好痛好痛 好啦結束了走嗎 來了來了 現在要兩千好 即將來到女王 要找女王 Play 休止 欸欸欸 這好可怕喔 對啊 到處都有那個 我現在眼睛有點滑 所以我已經找了 其實我已經找不到我的角色在哪裡了 他這個流快其實也覺得 喔喔好痛 那是誰放的啊 喔一堆一堆 那個電球是小怪放 滿場都是電球啊 因為有電 像現在打那個競賽 就是如果遇到電的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登出 登出 登出型玩家 第一件事情都騙登出 因為電很可怕 電它會讓其他傷害都會被 喔有原本 就是如果你變成感電狀態的話 就會很可怕 那那個電抗加強 也不是嗎 就也是還是要很出 因為他們現在詞綴太多了 所以它是很多負擔的東西 還錯 所以它不光只有電 然後可能還有什麼詛咒啊什麼的 全部加在一起 對我們今天等一下在第三part 會先跟小梅打一些比較 稍微簡單一點 讓她很緊張 但是因為我們上週答應傑哥 要打至少有15條詞 最的圖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會 因為你真的 因為你上一集沒有來 因為他們太怕死 他們都太怕死 他們太怕死 他們就一直打到很爛的雙兵 欸現在在女王了嗎 來到女王了 現在來到女王 我會當一個完全打醬油的角色 我會看三天要怎麼 趕快用你的加成衣戳去 讓他等著 你至少還是要抖一下火 他已經被抽到水一直噴啊 對啊 對啊 你的句子要講完整啊 哇 我現在 加成衣戳去流 正在讓女王伸殿中 他還有鐵鏈耶 對啊還綁住他耶 哇 根本就是在跟他fray 欸 欸 哇你看女王那個 剛剛護盾掉的好快 我剛以為你要講解手 完蛋 欸不要殺我 去殺他 我只是來當那個攝影機的 欸噴血噴血 你看立刻血就回滿了 這實在是 好誇張喔 而且他完全沒在躲耶 他直接在那邊一直逢他 因為女王都打我 所以他不用躲啊 多多少把他躲一下下啦 直接 而且他 你有沒有看到他那個回旋震動 出去的速度超級快 欸真的耶 這幾乎等於是瞬移了 為什麼你可以一直這樣 出去回來 因為他攻速非常快啊 他就是抽序流 他連移動機都是抽序 所以很其實只要沒有錯會發生 他是很難被 他是很難被打動的 對我剛剛那個就是 小梅常常發出的聲音 那小梅不是這樣 我覺得發出的聲音更可怕 我覺得是 噢 燈的走 然後是抽序 啊 也太可怕 喔快死了 真的太可怕 欸我想回家 我沒血又沒水了 我只是來當攝影機啦 好我來 教主在這邊抽死吧 不是啊 我已經不會回血了 你知道嗎 這個打法真的是 完全就是打他就好了 對啊 他都沒移動啊 然後直接站著打 對啊他都不用閃進了 在這邊 偶爾還是要閃一下 因為畢竟如果全部都裝上去 還是會死 你看我的血印現在超級少了 這快結束了吧 就跟我打的時候很不一樣 我知道小梅 對 滿場悲憤 我們沒有在正面對決的啊 終於可以補充藥物 欸我都是員工啊 這邊交給你啊 真的嗎 然後拉一個火拳發呆 來了嗎 因為現在他在 現在是回水瓶時間 捆綁play 所以我們要再發呆 等他綁完 全身都被鎖鏈綁住 剛剛是有一個奇怪的聲音嗎 我覺得有點可怕 對啊 我覺得今天來源有點重頭 其實捷哥還蠻常發出那種聲音的 我記得 天啊好可怕喔 你說聶捷哥跟三線很紅 三線很紅 我才沒有這麼猥褻的 人家給你講 我有感覺那麼猥褻嗎 你們說說 問一下觀眾 並沒有 我是正直清晰的小少女 最後一次分身 究竟你們會噴什麼 要打拿鏡子 你要打鏡子喔 沒有啦 其實可以耶 好你要做各種 會讓自己老馬的推 我是不反對啦 那我其實在流口水 因為我嘴巴有破 你看 所以剛剛那是你發出來的水瓶 沒有我剛剛 後面幾色其實我發 害我們會沾田 因為我這邊就 因為我這邊就有點破皮 然後口水都會從旁邊流出 吸口水 你又可以補充你的能量 沒有我剛剛共鳴用到藥水 哇 很讚 這個火圈很像 展芸哥說的瓦斯 對啊 現在 我每次要開那種 就是看戲流派我都會開這些 因為這次除了用火圈以外 還蠻不容易 所以你在旁邊就是那邊增加 女王的血量嗎 沒錯 就來幫他增加難度 你有幫他增加以前那個嗎 有 我有幫他上詛咒耶 就是女王會比較豪達一點 最近台北都36度了 超級熱 熱到爆炸 所以火鍋就不吃 所以看到就有點不太舒服 對啊 我想跟大家講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天氣太熱 我瘦下來了 唉唷 唉唷 有了 運氣不錯 運氣不錯 有掉傳奇耶 我們來辨識一下這個腰帶是什麼 掉一個腰帶 這個腰帶是 喔這個是火腰 那這個如果在 像我們現在這個 Race裡面打到的話 基本上都用一輩子 非常強 打掉這個運氣是很好的 這證明了三田的運氣比小梅好 因為我們跟小梅打的時候 女王每次都噴水 就什麼都沒噴嗎 就都噴水啊 所以就是藥水 那藥水就是最 就大家最不想看到的 這是女王噴了一個腰帶 對就是女王噴了他的腰帶 天啊 他在這邊打到也沒用好不好 他又不是在競賽裡面打到 也是啊 很不爽 小梅圍上啊 居然說 小梅不爽就脫衣服啊 唉唷 太熱了 對啊 爆氣 那我們現在預留一點時間 給三田講解一下 他的天賦跟配裝 喔他剛剛那一支對不對 對就是這支 那可以要放大 對就是要放大一下 就帥嗎 這麼帥 那這支流派的話 就是抽出流 那我平常有在巴姆特 就有發一個抽出流的文章 那接下來簡單介紹一下 我這個天賦的話 其實蠻廣的 那最主要大部分 都是往攻速的方面去走 對然後還有血量 所以我現在的血量生存力 是可以到 6487 哇好多喔 其實真的蠻多的 對 那在這個版本的話 我是有點 因為之前在上個版本 我是點 有點暴擊 對 因為這樣傷害比較高 但是這個版本其實 暴擊跟格檔被削弱之後 我就是點必中 在這裡 那點必中就是不會暴擊 對就是不會暴擊 一定會中 必中啦 一定會中 對啊 100%一定中 踢起來很強 那其實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說這個流派就是 因為它使用的技能 是雙重打擊 對 那雙重打擊它的特色 就是你攻擊一次的時候 會有兩次的擊中效果 Hit 擊中效果 所以我現在攻速 現在這一支是撐到了10.4 所以說等於說 我每秒會有20.8下Hit 哇 就是1秒要達20.8下 就是1秒20下 對 1秒20下 好厲害 然後配上 然後配上 對 1秒20下 就1秒20很厲害啊 沒有這就比較好懂 就是對我們這種 對 不太會算數據的人來說 1秒20下就 欸懂 因為這時候早晨可能會寫說 因為他1秒幾下 所以加了這些東西 然後等於多少下 他就會算得那麼長 你就直接講大概就好 好 對那接下來就是 我是配擊中生命回復 就是你攻擊到敵人的時候 一隻可以 就一下他可以回5.4 所以說如果我每秒20下 攻擊同一隻敵人 我可以回大概 1千1 對1千1 那這是一隻敵人的狀況 那如果有很多隻 那這個血量是 對 10隻就是1萬啦 回血量是非常的高 所以他滿血 所以他1秒可以回到爆開 對啊 難怪他剛剛完全不怕女王打他 就是在那邊砍女王 然後他就一直回去 他其實還是有閃一些技能 雖然我覺得他不閃也不會死 對啊 那這樣會不會太那個被官方 不會 其實不會 不會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的傷害是不高的 對 他只是砍很多下 他剛打女王其實很久 賀根打是很快的 但是賀根的角色會死 對 這是隊友有缺點 可以寫沒有那麼多的 所以他使用的那個技能其實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剛剛沒講到 可以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雙重打擊這個技能 永遠只會用主手的武器打 那另外一隻手在幹嘛 另外一隻手永遠不會用到 對 所以他拿兩隻武器 他拿兩隻武器 所以他的副手其實是一個功能型武器 就他傷害可以不高 但是他附加一個很好的特效是 他使用的這把武器是 你眉魔的時候一樣可以揮 就等於說你永遠不會因為眉魔揮不出攻擊 對 但是他這把武器當然傷害是略低 但他又使用了一個永遠不會用這把武器揮的 等於說就沒有副作用了 對 然後他流派是這樣 那這個流派裝備很貴嗎 其實 他現在裝很好 但是如果你的裝差一點也是玩得起來 就是不用太貴 對 不用太貴 因為這隻流派的話是我在台服剛開的時候就是培養 慢慢的就是改進之後一直到現在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如果 如果是新進來的玩家去玩的話也是都OK的 對啊 我只是比較納悶喔 因為 因為你這個都不會死 連血都不會怎麼掉的 對 那這個角色應該是大家都一定想要用啊 對 那那個像之前我們聽教主他們講說 官方其實也會Nuff你如果弄出來一個太強的 他這個流派其實被Nuff過了 已經被Nuff過了 已經被Nuff過了 然後還是這麼強 像他這個他本來是說他走暴擊嘛 上一版的暴擊跟格檔都比現在強很多 那以這個版本來說 你裝死要把格檔成高已經是很難的事情了 對 他以前是更不會死 對 那現在我想他打一些很難很難的圖是有可能死的 包括我們的綠門啊 或者是八條屬性的七八圖之類的 他應該是有機率會死掉 對 綠門應該是百分之百會死掉 在上一個版本就是有機會打得過 嗯 可能官方覺得說 啊這個看在你攻擊這個也不強 對 很壞 然後這個 欸你上 這樣子等於是上限時間很長 對 就把你留下來 所以就還好 對啊 打得一拳很輕 只是要他打很快而已 對不對 這樣子上限時間比較長 就把你留下來好了 不要把他都砍掉 那我想要問一下 例如說像我的解放牛塊 他有一定的成型的等級 那你真正成型是幾等 真正成型嗎 其實 嗯 以等級來講就是要抽這麼快 然後又可以 抽這麼快 對 就是大概抽出來會有速度 有那種感覺的話 大概 要有感覺 對 要有感覺的話大概我覺得其實拿到 你根本加重音 多重打擊這顆技能的時候就有了 拿到多重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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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三十幾等就有了 對 那很早欸 所以他也算是一個就是不會太花錢的流派 對我覺得他是不會太花錢 就大家一進去就很 就如果說你拿到 就可能亮到三十幾等拿到雙重打擊 點這個天護術就可以玩 對 喔 只是在就現在這個版本的話 他的傷害不會說很高 但是不容易 我們看一下你傷害多少好不好 他每秒傷害是五萬三千 五萬三千也沒有到很低 這個是打單體的狀況 喔 打群怪會 他一秒二十下 對啊 他打群體是三萬七千 對啊 那其實 二十下 我們要下各種重音 二十下很厲害 他這個傷害其實真的不算高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 就是每一個最後一個趴 教主還在介紹自己流派的時候 有介紹過一個 幻化雛刀決鬥者 跟他的就很像也是雙死 但是我傷害是每秒二十五萬 但他直接五萬多 所以是他五倍之多 但我那隻很會死 對 所以就是各會有要犧牲的部分 利弊啦 各有利弊 好 所以我們這個趴就是 給三田 好一點點 送囉 對對對 那我們下一個趴馬上就要來和小梅去 對我覺得我還蠻 我蠻不舒服 蠻期待這個趴的 因為我好像 我好想聽到小梅這邊 啊 啊 啊 之類的 阿 一 啊 啊 啊 之類的 就可以收集很多小梅 假的就是現場觀眾朋友 如果你們要這樣 趕快錄影 他們錄完一段 然後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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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之類的 小梅的聲音 你還可以錄下來呢 做手機來電打鈴啊 早上 早上的時候是高音啊 啊 起床啊 之類的 射成鬧鈴 鬧手 之類的 錄下來 臉不太舒服 阿梅加油 他頭髮骨折了 所以要 口水脫臼 什麼頭髮骨折 頭髮骨折 為什麼頭髮骨折 所以你不是要 你不舒服啊 所以不舒服就是 頭髮骨折 勇敢面對 加油啦小梅 好了 我這邊先休息一下啦 待會就要看 小梅跟教主要上戰場囉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請你 請你